哈喽大家好 那么本期视频我们接着来做斜坡挑战手势 这次的车来分别是Benz G63 6x6 还有骸马 感觉气势上骸马更生一筹 斜坡依旧是往期视频挑战的斜坡 想照有哪些车上去的 可以翻开我往期视频 那么首先登场就是Benz G63 这辆车6个轮子都可以提供动力 这比常见的四圈还厉害 并且多两个轮子 通过能力更加厉害 可以靠这个斜坡对于G63来说 好像毫无压力 它采用的是5.5升 V8刷握连发动机 扭矩高达760牛米 这个斜坡对它来说 岂不是闭着眼睛都能上去 不知我所料 这个坡的难度还是低了一点 6个轮子上去也太不公平了 但是它家外面都是一辆均硬汉马 也许它开起来就不会那么说了 我天哪 看起来真的好帅 由于是军阳级别的车辆 具体参数我们不得而知 从排气管的黑暗可以断定它是一辆柴油车 柴油车的扭矩一般都是比较大的 但是从爬坡来看 好像比奔驰差了一点 蹲凑感比较明显 应该是变速箱不停的再换挡 好吧 最终看来是以失败高中 不过我觉得它应该是质量太大了 身上装甲给它拖了后腿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全属了 大家请不当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今天我又来了 这期视频我们来看豪华级别的SUV爬坡对比 斜坡依旧是上上一期视频使用的65度斜坡 首先出场的第一位是奔驰大G 瞧着底盘 绝对是一个越野的好家伙 相信这个坡对它来说难度并不大吧 超误 哇塞 这个引擎声音也太好听了吧 简直就是帅呆呆啊 哎呀 不好 前轮似乎有些打滑 可能是因为行托太狡的原因 重量都往后移了 这就非常考验这辆车的四驱 加油啊 还差那么一丢丢 哎呀 还是失败了 胜着为王 我们还是来看下一位吧 疯疯疯田 这是疯田啥车呀 有知道的麻烦在评论区告诉我 哇 他这是要干嘛 这坡爬得不紧不慢的 就不怕上不去吗 这也太沉稳霸气了吧 哇 这也太厉害了吧 竟然没有出现一丝打滑 这爬得也太稳了吧 似乎是一点点的蠕动上去的 呀 呀 快成功了 哇 怎么回事 底盘被磕了一下 不慌 老司机接着操作一波 哇 上来了 这也太厉害了吧 好厉害啊这车 下一位 劳斯莱斯·库里南 这车怎么还留着卫生服呢 我的天呐 这爆发也太强了吧 像急了一个横着不上的汉子 呀呀呀 那你早就出现打滑了 欢欺武神都躲起来了 哈哈 打脸了吧 前轮打滑 我的放弃 上得快 下得也快 下一位 宝马X5 如果你有想看的车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点赞 关注 不迷路 好家伙 这发动机声音是一个比一个响 啊 还是失败了 这也太快了吧 下一位会是谁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啊 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